现在秋天啊 现在这个罗汉松的话 我们要大面积给它修剪 一般的话我们留 基本上像原那么高一样 因为有时的话 我们还没有上铝线 我们像这种毛树的话 先给它修剪一起 因为修剪当中 我们同样也给它省几条 有时几条的话 我们太多的 我们也给它剪掉 因为的话又减少几条 有时的话我们没必要留那么多 像一些侧鸡 重迪鸡 周差鸡这种的话 我们又给它剪掉 还有的话就是 每个顶端啊 给它减少一些鸡条 减少这个顶端的芽点 让它的话重新长出侧芽 还有底下的话太低的 我们也给它剪掉 这样子的话就少留一点鸡条 你看这样子的话剪得光秃秃的 就开始养一丝鸡条 像一丝鸡条的话 我们到时候养了以后 就给它做造型 就这样子的 去看看这边这颗 这颗的话同样也是 顶端的话给它剪了 不要那么留那么高 剪了以后啊 看一下应该留哪是鸡条 有时鸡条的话太多 密密麻麻啊 我们可以给它剪 剪少一点 还有尾端的话 正细细的话 我们之前剪过 长出来的话 有些是比较 鸡条切牙比较多 做生的话 现在这个鸡条非常适合 修剪 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的话 就给它放心给它剪 剪了以后给它养鸡条 给它上一步回 修剪非常好啊 谢谢大家